6月份到了 那也就意味着欧洲杯马上就要开打了 那么在俱乐部层面上呢 咱们就先暂时的放一放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 我将会把重心呢 转移在欧洲杯的这些国家队的层面上啊 那么当然呢 如果在俱乐部层面上有一些重磅的转会 或者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新闻的话 我依然还是会发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但是呢 整体上的这个重点 我还是要转移到这个欧洲杯上面啊 所以呢 整个6月份加上7月份 我相信呢 会比较的忙 我发视频可能也会比较的频繁 然后大家想要了解哪些球队 想要让我分析 或者大家一起聊一聊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让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 我会做一些分析啊 那么从现在开始到欧洲杯开幕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那在这之前呢 或者说在欧洲杯开打之前 我希望呢 尽量的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熟悉的 或者说比较关注的这些球队 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或者是总结 看一看哪些球队有夺冠的这些可能性啊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先从荷兰队开始 因为荷兰这边刚刚公布了 他26人的这个大名单啊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荷兰啊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荷兰国家队 是不是 最近呢 距离现在这个欧洲杯之前 重大的这个赛事也就是世界杯了 那么在世界杯上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 可能就是 这个荷兰打阿根廷 是吧 阿根廷最后多冠了 那么荷兰呢 最后跟世界冠军打了一个2比2 打平 最后点球被淘汰 非常非常可惜啊 那么目前荷兰现在是排名世界第七 然后这个球队呢 有一个绰号啊 无冕之王 就是这么豪华的阵容啊 这么豪华的一批队员 也有不错的教练 但是呢 从来没有在世界大赛中啊 任何一个大赛里面多冠 所以呢 被称为无冕之王 也是非常非常可惜啊 呃 所以很多荷兰的球迷都渴望 每一届大赛 他们能够多冠 哪怕只有一次呢 是不是 大家都说你说英格兰不行 大家都看不看好英格兰 但是英格兰 至少呢 在1966年啊 拿过冠军 荷兰是祖上啊 祖祖上再扩 他也没拿过冠军 目前他的主教练是科曼 科曼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 这也是一名老帅的 也是荷兰的著名主教练 加球员啊 那他的整个执教风格 给大家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 给大家介绍一下 科曼的风格 我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猛 就什么叫猛呢 他从球员就开始很猛 啊 球员猛完以后当教练 还是以猛的这个作风 按理来说呢 一个后卫啊 科曼他在球员时代是一个后卫 甚至说我觉得 他跟范黛克两个人 可以算得上是荷兰历史的 呃 最佳的后卫啊 后卫之二吧 你很难说 虽然我我愿意把 范黛克放到历史第一 就荷兰历史第一中卫 但是你说科曼 绝对是不落下风的 因为呢 他在做球员的时候 作为一名后卫啊 他在职业生涯里面打进了 就你200个进球 就每个赛季 他差不多平均要进十几个球啊 作为一个后卫能进十几个球 这个进球的效率呢 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话 跟巴拉圭的那个传奇门将啊 奇拉维特有一拼了 我觉得这个很恐怖啊 一个后卫 每个赛季都进十几个球 是不是 而范黛克进球也不少 是吧 那科曼作为后卫是这么猛 但是他当教练也是很猛 他当教练之后呢 继续发言光大 他的这个style啊 继续发言光大这个style 他呢 有一句名言 他希望每一个 在他的球队里面 每个位置上都有两名替补球员 就是足够的这个球员来轮换 也就是说呢 他对球员的要求 特别是体能要求 非常非常的高 他的执教的一些球队 什么之前巴萨呀 是不是还执教过艾弗顿呢 在英超里面 就是整个他的执教风格 就是一上来 就拼命的全力的往上冲 冲完之后 然后再换一波 一波一波反正冲 让给对手 不给对手这个 喘息之气啊 所以呢 导致呢 他的球队经常就比如说 你可以说是虎头蛇尾 就是一开始特别猛 一鼓作气 载而摔 三而劫 科曼的执教球队 他的执教风格里面 有一种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 如果他在前面 比如说六七十分钟 他不能打垮你的话 在后面呢 接下来 他可能由于体力不支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导致这个球队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闪失啊 呃 咱们来看一下 荷兰的这个阵容啊 本届这个荷兰队 我个人觉得 还是星光比较璀璨的 可能呢 在风险上面 呃 荷兰作为一个 美丽足球的这么一个代表啊 他其实是不缺这个华丽的 或者说呃 有实力的这个风险球员的 但是呢 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 呃 他的前场球员 远不如他的后场那么豪华 是不是啊 你说产出了一些能能打的啊 从你像前锋的这些球员 能打的 目前也就是什么 加克波啊 这六股的球员 大家都知道 马伦 这是多特蒙德的 包括孟菲斯 德佩 是吧 也就这么几个 你放到之前 你跟那什么范尼斯特鲁伊啊 跟范佩西啊 亨特拉尔的这些 你根本没法比是吧 什么斯内德呀 还有所以呢 现在呢 在前场 就属于叫风无力的这个 一个时间段 那么 呃 既然是风无力的话呢 咱们怎么办呢 呃 我觉得呢 荷兰目前他的优势 是在于中后场啊 特别是中场啊 咱们看这个中场 其实蛮豪华的 呃 如果 做这个 你看他这个科曼的 直较风格 他是一个 以变幻莫测 就他直较荷兰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他的几场热身赛 一般来说 国家队里面的热身赛 大家都是说 这个主教练 用用他来考察 阵容考察队形 呃 科曼 或者说荷兰队 整体上呢 经常是提这个 三后卫 有的时候也提四后卫 三后卫 四后卫 来回换 但是从 科曼带的人来讲 来看的话 我感觉啊 我个人觉得 大概率是提四后卫 啊 因为他带的这些人员呢 是一个四后卫的配置 比较偏向于四后卫的 一个配置 好吧 那中场 前方刚才说了啊 就得配加克波马轮 就这么几个能打的 剩下的基本上 只是替补啊 那他没有什么 太多的选择 呃 中场方面呢 比较不错的 亚特兰娜的 这个库夫梅纳斯 是不是 刚刚拿到了 欧联杯的这个冠军 这一定是一个首发名额 包括巴萨的德荣 啊 就往中间一坐 作为一个 呃 B2B也好 作为一个后腰也好 肯定也是一个首发 那另外一个位置 我就是右边 呃 右侧的这个中场 呃 有可能是哈维西蒙斯 这是一个莱比锡红牛的 21岁的一个小将 像科曼是比较喜欢用那种 年轻有活力的球员 你如果老太龙中的 跑不动的话 这个科曼一般不是 不会征兆 不喜欢这样的啊 那他这一次呢 你看他招来了哈维西蒙斯 包括米兰的这个赖因德斯 这都是他可能比较喜欢用的啊 包括他这一次 把维纳尔杜姆也招过来了 维纳尔杜姆 我有几年没看到他了 所以我不清楚 他在沙特目前踢的怎么样 他的状态怎么样 啊 当年呢 在利物浦的维纳尔杜姆 绝对是这个 毫无争议的荷兰首发嘛 但现在呢 我打一个问号 好吧 那实在不行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把 洛库森的这个弗林鹏踢上来 因为弗林鹏呢 其实他在三后卫的这个体系里面 他踢的是这种边翼位 这个边翼位 他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 我觉得呢 这一件柯曼的荷兰 他一定会在边路上面 做一些文章的 不管是四后卫还是三后卫 他一定会在边路做文章 因为他的边路相对来说 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强 而且他中锋方面 没有特别强力的这种中锋 那就更要利用两边的这个宽度了 是不是 要宽度速度什么的 后卫这边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悬念啊 左后卫呢 不出意外的话 用阿克 那你除非脑子坏掉了 可以用别人的 一般来说不出意外就是阿克 然后范黛克肯定是毫无例外 这是荷兰队的队长啊 那么 范黛克跟谁搭档呢 我觉得 不出意外应该是德里赫特 不是德里赫特呢 反正还有范德文 所以和荷兰在后卫这一块 他是不缺的 右边呢 弗林鹏能踢右后卫 邓弗里斯也能踢右后卫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将来帮助 所以呢 在后卫层面上 荷兰是不缺人的 那么 荷兰的这种踢法 由于他 你像有范黛克有范德文 有这些 速度型的 包括还有阿克 那荷兰很可能打 还是一个 秉承一个进攻足球的这么一个踢法 那这个 一个踢法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还是偏向四后卫 那边四后卫他能排开 能一字排开 而且球员踢的比较顺脚 踢的比较顺 会有利于荷兰 往 这个淘汰赛更进一步啊 那优点呢 就是他的 防守比较强 一般靠防守拿冠军嘛 但是缺点也说了 首先呢 他的风险 火力没有那么的 他没有一个强力的这种中锋 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可能一个潜在的 一个风险 就是他有可能啊 就柯曼的这种打法 有可能会让 荷兰在后半段 就是随着比赛深入的话 我觉得他 小组出现还是问题不大的 那么 比赛一多 这个比赛赛程一密集 他踢到最后 有没有可能淘汰赛 或者说你需要打加实赛的时候 你这个球队最后体能不知 你换人都没有人换了 然后被打反击 就是说 你荷兰队 你要想走得更远的话 你必须要在后面 大家都体能不知的情况下 你要懂得退回来 而不是说压的那么靠前 这是我觉得 柯曼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点啊 那么从分组上来看 荷兰他所在的地主 说实话呢 我个人觉得 韩金丁还是很高的 这个地主呢 他的这个分组 难度仅次于 死亡之组的这个B组 你看荷兰的小组赛里面 有奥地利 有法国 有波兰 法国大家都知道 那这属于世界冠军 是吧 奥地利 你看最近的成绩是不差的 而且奥地利 有谁呢 呃 人员也不差 啊 包括他属于那种 是吧 克洛普系的这种打法 所以你看奥地利的 最近的成绩很不错 波兰 我倒是觉得 可能实力没那么强 但是他球员还是有 比较有实力的 就他大家可能都知道 莱万多夫斯基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莱万呢 他确实在波兰 这个体系里面 他很难 就比较独目难知 你光靠他也不行 那剩下的 就属于这个 英超中下游的这个球员 这个他的这种水平 那么在这个小组里面 荷兰呢 有可能拿 地组的第一名 或者是第二名 如果是第一名的话 他将面对F组的第二名 那么F组呢 有波兰亚有捷克有土耳其 有这个格鲁吉亚 如果他拿到小组第二的话 他将面对一组 一组的第二 一组是谁呢 是比利时 罗马尼亚 乌克兰 斯罗华克 就是说不管荷兰 拿小组第一 还是小组第二 我都更倾向于这个球队 在16强里面 会淘汰对手 进入8强 好吧 因为F组跟E组 除了波兰亚和比利时 两个超级强队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而且这两个球队 很大概率会获得小组第一 那么他将面对的 所以在16强里面 荷兰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阻挠 除非你说抱个大冷门 这也有可能的 那当然进入8强之后 就会比较难了 进入8强之后呢 你有可能面对比利时 也有可能面对葡萄牙 所以呢 我觉得面对比利时的话 荷兰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面对葡萄牙 这个真的不好做 因为葡萄牙的阵容 也是相当的豪华的 那么找时间啊 咱们之后找一期来聊聊葡萄牙的前景 那么中上所述的话 荷兰这个球队 我个人觉得 他在本届欧洲杯的下线 是一个8强 就最低最低 这个球队能打到一个8强的程度 那么上线呢 我暂时给定一个4强 因为我个人还是有 觉得进入到4强 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对于荷兰来讲应该差不多 因为他有一些短板 包括科曼的一些执教上面的 一些风格上面的打法相克吧 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这个比赛 这个进程 这个开打之后啊 这个欧洲杯开打之后 看看整体的这个表现 他真的要使用什么样的 这种风格 因为荷兰对这个选人 其实是有点变化莫测的 他其实有很多种的可能 很多种这种选择 他不像说很多像法国英格兰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阵容了 荷兰特别是 他在中前场方面 他可以有很多种排兵不振 甚至说他在门将方面 他都有各种排兵不振 但是说科曼他可能自己 已经有了答案了 但是对于外界来讲 很多外界他是吃不透 科曼的这个心里面的想法的 所以这个球队 他的不确定因素 非常非常的多 虽然说是一个好强 那么我暂时先给荷兰队定位 下线是8强 上线是4强 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果能进决赛 那我觉得就属于超长发挥了 但是他目前的水平 我觉得你想让他小组就出局 我觉得可能难度也比较大 是不是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现在这个说法 然后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吧